還有這樣子 滿滿的一大盤 200塊 而且你看光澤非常的漂亮 屏東啦 屏東真的是我看很多人的鏡頭 真的他的生意片真的是 超過大碗 你就一個預算給店家 然後自己買海鮮 我們在樓下買好了海鮮 又上去給他們帶煮 哇 多漂亮耶 好 謝謝 然後我們在海港旁邊吃耶 哇 超大的 這個鮪魚的肉有點快誇張了 東港海港的霸氣 滿滿一大多 2000 有找 超爽的 精神經病 我會在野鮮 我會聽到怎麼睡 我會聽到我們 有一個人的 小波熊 我不要有看到 我們去那裡 我們來逐第四個 到什麼南邊的東港 看一下海灘 海灘 他還叫海灘 他都一樣了 他不是海灘 HIGHTIME HELLO大家好 我是德瑞克 YOU 我也忘記講什麼講話 今天德瑞克的流浪日誌來到哪裡流浪 東港 超卡的 香港這個華僑市場這邊 那我們兩個是第一次來 因為之前有看過很多人有介紹 就是現在屏東有鮪魚記 但是我們這次來其實不是吃鮪魚 我們這次來是想說 我們想要享受一下那種就是 你在底下自己買海鮮 你就一個預算給店家 然後自己買海鮮 現在買好了海鮮又上去給他們帶煮 煮完 那我是有先去上網 有網友有推薦我說這邊有一間叫太子海鮮 它的帶煮算不錯 然後老闆人也很好 如果你不會配你也可以把錢跟他講 對那看他可以買到什麼東西 那通條好不好吃 我們就下次來開看走囉 我們現在請店家的美女帶我們去 因為我們兩個對海鮮一跳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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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還有那個 這是海戰車 這是海鮮嗎 不是那個不是海鮮嗎 不是那個不是海鮮 海鮮 那不是海鮮 不是海鮮嗎 海鮮是哮喘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丟臉丟臉丟臉 分很多種 這是海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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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現在來白蝦 然後我們在海港旁邊吃的衣服 通常以前有這種感覺應該是在那種泰國之類的 對不對 那種Q很不錯 現在應該現在還沒有很熱 等到過了五六月以後 我就不會坐這邊 聽說他們這邊也有冷氣房 可是冷氣房是每一間店都有自己分配名額 對所以說你下次如果你們要來的話 你們可以先打電話給店家說要訂冷氣房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今天算 溫度差不多 像2425度吧 雖然還算蠻舒服的 所以在戶外這種 直接在港口旁邊 然後這邊都會看到那個渡輪 去琉球的渡輪 而且人超多的 你看 可以看一下 超多人 其實我覺得這種feel很不錯耶 就是 可是我覺得應該下次我們要找更多的朋友一起來 好 我們來等一下我們的餐點啦 還有這樣子滿滿的一大盤 兩百塊 而且你看光澤 真的非常的漂亮 澎湖真的是 欸不是澎湖 哈哈 屏東啦 屏東真的是我看很多人介紹 真的他的生魚片真的是 超級大碗 這個是 蚵仔是不是 還生蠔 哇好肥呀 晶瑩剔透的肥耶 哇 超大顆 OK 新鮮嗎 海味 海味 好了我們終於到齊了 他人太多了 其實我們等了有一點久 對 但是因為生意太好 沒辦法 來吧來吧 你最喜歡的這個 生魚片 欸他生魚片看起來 這樣子一大盤兩百塊而已 而且每一個都精靈剔透 我剛才看到那個鮭魚跟鮪魚 喔 夭達阿 這個就交給你啦 夭達阿 你沒有聽過夭達阿嗎 夭達阿就跟夭壽是一樣 是我們宜蘭 我們宜蘭的講法叫夭達阿咧 你確定宜蘭就跟你這樣講 應該 看起來就很新鮮耶 對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每一間熱炒店一定 要先看他的炒飯好不好吃 我剛才看他 我們點的是蝦仁炒飯 剛才看那個蝦仁都超大顆的 來吃吃看 隔壁多了好多人 你看他的蝦仁這麼大顆 沒有粒粒分明 他比較不像台北的很乾了 他是帶點絲 好放著就可以了謝謝 他是帶點絲 可是他的醬油香跟蛋香是有炒出來的 重點是真的是在海港邊 蝦仁那麼大顆那麼大一盤 所以他看起來炒飯這樣一大盤 然後蝦仁那麼多 70塊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這是鮪魚 這個鮪魚的肉有點快誇張了 這就是東港海港的霸氣 好啦 那我們剛剛還有多上了一個 這個 你知道這是什麼魚嗎 什麼魚 那個魚啊 哪一個啊 就那個魚啊 哪一個啊 字幕幫我上 老闆說這個就叫那個魚 謝謝 這個是什麼 那個魚 就叫那個魚 OK啊 哇好 它裡面口感是 是有點 柔質的 對啊 軟軟很嫩到有點像液體 對啊 然後有點像 它也是有魚肉味的古渣 對不對很像喔 好特別喔 好妙喔 它幾乎根本沒有骨頭 它骨頭全部都融在裡面 這個不是酒 這是茶 開酒不喝車 喝車不開酒啊 然後每次我們吃海產 一定要吃什麼 海瓜子 很香啊 滿滿的蒜味 好吃辣椒炒海瓜子 嗯 它的那個三杯醬香 搭配九層塔跟洋蔥的甜味 炒得非常棒耶 有一些好海瓜子 它炒的是外面有醬 但是裡面沒有味道 它這個是有味道的 炒通還不錯 然後我剛才給你看這個 東港限定的 這不是普通的香腸 這可是飛魚卵香腸的 裡面有一顆一顆 而且外面烤得有點 焦焦脆脆的 嗯 不錯耶 鹹甜鹹甜的 然後 後面會薄薄薄 然後再吃炒飯 好啊 炒飯真的好吃喔 然後剛剛那個生蠔 大家都有看到了吧 非常非常新鮮 生蠔是為了它點的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湯夭熟得多 它的味噌湯 喔 這叫做海港的霸 海港的霸氣 這個魚湯 每一匙都是肉 所以看起來是鮪魚肉 嗯 鮪魚肉 然後調味的 味噌調味得剛剛好 不會太鹹 國中港那邊人真的超多的 我們第一次來真的超多 可是我覺得它就很適 因為它旁邊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琉球的那個空船的魚港 所以你是去琉球之前 或者是琉球回來的時候 可以先在這邊吃一頓 在那邊買海鮮吃一頓 店家也可以自己配菜單 他自己也有菜單 在這邊吃一吃三五蠔油 超爽的 我們今天這樣滿滿一桌 你可以自己在外面買 我們剛才是有一半買 一半是店內的 好 我一撥就開了 這很新鮮耶 哇 超開的 超強耶 看一點芥末 應該超新鮮的喔 超彈 還有一盤喔 還有一台 那是芥末嗎 喔 蒜泥 薑汁 好好吃耶 喔 它的蝦好甜喔 對 這次蝦有糖尿病喔 它那個是薑汁耶 它不是芥末 它是用薑泥去做出來的一種 有點薑的甜甜的味道 我覺得這比加芥末很好吃 它把那個蝦的甜味完全帶出來 好 好啦 那這一間的話 我把它店家的這個帶煮屁紙放在這邊 它像是 東港這邊的 四十二攤 第四十二攤 太子海鮮 店面還好認喔 太子 很霸氣 太子海鮮 對 這附近有超多間的 不過我覺得它這一間的話 以它的生意跟它的調味來講 很好吃 對 網友投考的真的是不錯 那你們可以學我們就是 一半自己去採買自己想要的來給它煮 然後其他的在店裡面點他們自己有的菜單 或者是說 你懶得去 懶得去 挑選 你直接全部都到店裡面點都可以 滿滿一大桌 兩千 喔有找 超爽 好啦 誰要打包給那個澎湖的兄弟們 屏東 屏東 屏東的兄弟們 屏東的兄弟們 欸在這裡啊 冷氣房 他們的冷氣房 然後這邊就是大家都有 就是好像是要弄抽籤的 會啊 可是如果真的夏天很熱的話 還是要需要這個 我們翻外偏 點這個東港必吃的這個奇雨 所以我們點花枝丸 然後奇雨黑輪跟 奇雨酥各兩個 有 爽 我以為它已經炸好很久了 它炸 剛炸好啊 喂 我要看你一口吞 你看喔 後面有點炒味的啊 哈哈哈 一口吞 它裡面還有花枝的肉 有看到嗎 有 這個必吃的 對啊這裡面都會有那個那個 奇雨黑輪裡面會包那個 蛋 欸好吃欸 很Q欸 蛤應該要加芥末 我想要不是 我想要加一點 宜蘭的那個 橘色的那個醬 你在動 你在動我 宜蘭橘色那個醬 我光是要講到宜蘭橘色的醬 我就很開心 這很像炸餛燉 哇 中間好像有包東西齁 啊脆脆的 它裡面是橘魚塊耶 你有看到那個鮮味嗎 欸有耶 它是魚肉的鮮味 然後上面 所以它不是魚漿了 它很像是用那個 滾燉雞巴包起來 甜甜的 還不錯 好啦 走囉 走 走